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津津 两千七百七十七集 三个女秀宫 中间的那个是一个七十来岁 头发灰白的老太太 左右两侧 是两位四十五岁左右的中年妇女 左侧那个中年妇女烫着卷发 右边那个 自留着一头干脸短发 两人皮肤保养得不错 看起来颇为时尚 三人发型虽然不一样 但是衣着却一样的 简单的蓝色四纸长裤 上身是一件 红黄蓝相间的 四纸绣着龙凤城乡图案的假傲 样式十分的精美 做工非常的精致 这衣服便是他们对于外面的 记忆展示了 两位 有什么需要我们效劳的 老太太一开口 并是一副生意人的架势 张凡冲着老太太竖了个大拇指 忧衷地说 昨天我在龙背馆里 看到了龙腾祥云锦背 惊为天人 你们离足的文秀水平 真的是高啊 听到这话 不仅是老太太 那两名猪年妇女 嘴角也是上扬 眼神当中闪过了一抹 骄傲之色来 张凡又问 听说你们 能复刻出龙腾祥云锦背了 能做 只要给足够的报酬 您这边有足够的耐心的等待时间 多少钱呢 大概要多久啊 一比一还原出来的话 大概应该在三十万的样子 大概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加班加点干的话 一个半月也能做出来 不过得加十万块钱 萧冲文言把话接了过来 这可不便宜啊 不知道这质量怎么样啊 龙腾祥云锦背做好之后 我们三个可以跟你一起进冰篮谷 跟龙腾祥云背进行比对 我们敢保证 除了年代不同 你们从表面上看不出任何差别 你们若是发现差别 我们把被子免费送给你们 那我们可以随时去看一下 你们的制作过程吗 当然可以 您是甲方嘛 里面会用到一些金丝银线 您也可以找专业的评估师 进行验证 看看材料是不是货真价实 行 那我订一套龙腾祥云锦背 我也不用加急 两个月能做好就行 好好 老太太笑着连应两声 随后 迅速从包里面掏出了二维码 还有泡死机来 顶着龙腾祥云锦背 需要交十万的订金 还望您理解 这是合同 我们制作的地点也在上面写着 就在隔壁 张帆看了一眼合同 掏出银行卡便刷卡 按照合同内容 你们今天下午就要开始做了 是吗 对 下午我们就开始准备最基本的材料 开始把做背的模子 好 那几位忙吧 说完张帆便朝着饭店里面走 萧冲愣了一下神 随后快步跟上 进到饭店以后 萧冲问 先生 你怎么不趁机问一下 这有关真正龙腾祥云锦背的消息啊 这老太太和那两个中年妇女 一看就很精明 另外呢 咱们现在和对方也不熟 咱们问也问不出什么来 弄不好 还会弄巧成熟 让他们产生什么戒备 等以后稍微熟一些 对于他们的情况 也有一些了解以后 再做打算 两人点了一些特色菜 边吃边品品起来 虽然是过来做事 但闲暇之余 也不能忘了享受生活 生活里面都是工作 那多没有意思 其实劳逸结合的生活 也更加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就在张帆和萧冲 快要吃完饭的时候 外面忽然传出了一阵 嘈杂的声音 哎 怎么打起来了 走 咱去看看热闹 林珠的一个中年男子 喊了一声 说完便快不去了外面 张帆并不喜欢看热闹 所以连头都没抬 萧冲却是站起身来 皱着眉头往外面看 毕竟他是抓打架斗殴的 哎 张先生 打架的双方 其中一方是那三个绣工啊 张帆也站起身来 往外面看了一眼 略坐思考之后说道 走 咱们也去瞧瞧 很快 两人便到了人群的外围 与三名女修工对峙的 是三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为首那个人身高大概一米六 还很瘦 身上一身的小钞牌 脖子上还挂了一个 成年人大拇指粗细的金链子 跟他这个身材十分的不符 在他身后 则跟着两个身材雄装的汉子 再往后 一共五个体积 大概是一粒方美左右的箱子 其中四个里面 装的都是绣着精美花纹的丝绸巾 第五个里面 则装了一套被子 赶紧给我退了 把钱还我 要不然可别怪我 对你们不客气了 而且我还会到网上曝光你们 你们这买卖以后 也别想做了 金链子男子 看着三个绣工 冷声地威胁 合同上说得很清楚 产品一经生产出来 只有有瑕疵才会退还 这些产品都是没有任何瑕疵的 谁说没有瑕疵啊 都是瑕疵 老太太话没说完 金链子男子便把她打断了 你别想在这混淆是非 我们保存了你们验证 每个产品的视频 走到哪儿你们也没理 我们诚信经营 不怕你们曝光 说不准你们的曝光 还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声音 你 金链子男恶狠狠地盯着老太太 随后对身后两名壮汉吩咐道 上 把她给我控制住 闻言 两名壮汉立刻便冲了上去 三名绣工并没有表现出紧张的表情来 而且那短发绣工的拳头紧紧攥起来 紧跟着一丝真气从拳头里面一散 张凡和萧松两人都感应到了这一丝真气 二人眉头都是一条 而这一刻 老太太把手搭在了短发女人肩膀上 短发女人把目光投向老太太 那眼神似乎是在说 干脆把他们解决掉算了 不过对于这个眼神 老太太并没有回应 短发女人也只好是心不甘情不愿地 又收回真气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